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依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就是我们的心 刚刚稍微描述了一下 我前往澳洲的因缘 诸位朋友你听完以后 有没有起了一个念头 那一定是蔡老师才会这样 假如你起了这个念头 代表你对诸法实相有没有信心 对啊 信心一分 限一分 信心十分 限十分 经章经有一句话 信心清净 吉身十相 又说 信为道远 功德母 掌养一切 诸善根 我们对圣教所说的话 要有十足的信心 去落实 去立行 你很快就把境界 转过来 因为你播的都是正确的种子 当然 一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六个月之后 他都会开始 发芽 成长 茁壮 当然 这有一个很根源的态度 一定要随顺圣贤 佛菩萨的教诲 这个态度要很坚定 才行 我们听了道理 从现在起 就要用正确道理的态度 去立身行道 去做人 之前 我有提到 这个夹菜 一般的家长 都先夹给自己的孩子 那这个菜一夹 会延伸出什么 往后的影响 很少人 会去想到 随顺自己的喜欢不喜欢 而不是真正体会到 这是对孩子好 还是害了孩子 人不会做这么深入的思考 因为没有读古书 古书所流传下来的智慧 都是人类的真理 在 夫子的教诲当中 就有一句话 损人自益 损人自益 生之不详 气劳取幼 家之不详 事显 事显 任不孝 国之不详 国之不详 老者不教 幼者浮学 有一个朋友念出来 是不是上一期 学了以后就把他背起来 相当不容易 来给这个朋友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学习要有一个态度 这一次学完 不见得下一次有机会 当场 人吸收的就要把他完全融通 熟之不详 整个社会风俗都败坏了 最后 圣人福祢 愚者专善权 天下不祥 天下不祥 有读古书 很能够洞察极仙 看一些现象就知道 会急会凶 会臣会败 现在您身旁这样的人多不多 这样流生 就越来越少了 你以前的人为什么这么能够分析推理 因为他都有这些理智在 都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末可以推演出来 我们看第一个损人之意 这个人特别自私 宁可损害别人 让自己受益 也不肯 就像曹操说的 宁可 我负天下人 也不能天下人负我 有那么自私 这样是生之不详 这个人的人生态度 已经注定他这一辈子 会是凶 会是失败 那现在自私的人多不多 那他知不知道他生之不详 他不知道 他每天还在损自己的福分的多 所以我们的车上一定要放一本书 你才慈悲 哪一本书 不会遇到这种损人之意地址 各位 了凡视讯 因为你要先以欲勾签 他就在那里想我如何有钱 如何有福报 这个地址归是 对他的口味来讲 要是第二本 第一本了凡视讯 让他看看 如何能够有公民 如何能生儿子 如何能够 寿命延长 因为现在人最想追求的就是财富 就是聪明智慧 就是健康长寿 这个先以欲勾签 我们也要横顺众生 我常常跟朋友提到 说你人生就好比一盘棋一样 那你是急着要赶快拿起棋子来下 还是有更重要的功夫要先做 步骤要先做 你首先要了解下棋的游戏规则在哪 这一步棋的游戏规则 叫断恶修善 你的善积累的越多 福报越大 只要你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的方向去迈进 那你的人生应该是厚福无穷 你这个游戏规则没有抓到 还在损人致意 那可是小人冤枉 做的小人 本来生命当中 本来生命当中 现在人说五百万 他觉得太少 对不起我已经跟不上时代 生命中可以赚一千万 那我们有去算命的人都有一种经验 他算得怎么这么准 我们都会觉得有点佩服 假如你被算命的算得很准 代表你这一生白来了 以后被人家算得准是一种耻辱 不要高兴 为什么 人生的福分都有加减成储 代表你这一生没做什么大善 也没做什么大恶 做了点小善 加了五分 所以是财富是一千零五万 跟一千万差不多 所以好准 没做什么善事呢 做了一点小恶 比方常常讲人家 东家长 里家短 没有遵守 人有短 切莫叫 做了一点小错 还没有造成人家家破人亡 还好没有造成 不然就不是减五而已 所以是九百九十五 感觉也是挺准的 我们做了大善 可以造福后代子孙 这个是乘以五 所以财富变多少 五千万 你看差多不多 差很多 可是假如做了大恶 只剩多少 两百万 所以很多人做犯法的事 做损人利己的事 还在那里拍着胸脯说 你看我多厉害 贪章王法都没人看到 结果他的福份 已经折了多少 折了五分之四种 他本来有一千万的福 这叫小人冤枉 做了小人 太不值得了 而当他真正拿到这两百万 高兴了吗 高不高兴 哪来的高兴 每天提心 吊胆 一听到别人讲话 耳朵就竖起来 他有没有发现我的秘密 那日子哪会好过 那你为人父母 要做出贪章王法 你的下一代必出败价值 这是一定的 因为你从小就没有好的风范给他看 所以这是一败涂地 你要告诉他 这种事不能干 现在这样的势力 真是不深 美举 像 我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看到报纸 俄罗斯的首富 俄罗斯是大国 首富有没有钱 有 看他的长相 差不多四十岁左右 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 这叫 郎当入狱 占多数 各位朋友 需不需要你的孩子以后赚大钱 赚大钱不见得是好事 老子说 祸福相宜 当他福来了 他没有德行的根基 铁定会 连根拔起 把他人生整个毁掉 因为没有德行的根基 一有钱 财色名十岁 酒色财气 通通都来 你假如没钱 他还不来 这些诱惑一来 他又没有定性 马上就误入 歧途当中 我们为人父母要思考 什么样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 这你要从小给孩子引导 什么叫成功人生 什么叫富贵的人生 不然人都在追求富贵 什么是富贵 这些都要圣诗啊 四千五百年的教会 学习的秩序 博学 审问 再来呢 圣诗 时时想清楚 你想得不清不楚 请问你的孩子能够活得明明白白吗 什么是富 什么是贵 现在很多的价值认知 大半都是扭曲的 而我们的孩子都在扭曲的 价值观里面成长 突然有一天 他想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要怪谁 因为我们没有用心 去陪伴他成长 好 什么是富 主位朋友 这问题很难吗 你们不要被我吓到了 你去问看看中学生 什么叫富 穿金带银 有数码相机 有数码电脑 那叫富 都是这样 有一份报道 是一个南京的家长 他也是把跟儿子的一段历程 拿给报社登出来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他的儿子考上大学以后 只给他写了三四封信左右 而这个信上 字机都很潦草 而有一个字重复很多次 但是那个字特别清楚 哪一个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有经验 钱 我们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还没有宣布班 所有的国中生 高中生 异口同声说 钱 你就知道 现在的中学生 想着都是要家长的钱 有没有看到人生的真相 没有交好 下一代 不知道会造成我们生命 生命当中多少的烦恼 多少的负担 从这里我们也了解到 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份工作 不是赚钱 赚钱还排后面 哪一件事最重要 把你的孩子教育好 最重要 这个父亲写到他 儿子到南京去念大学 都给他要钱 后来 还用了欺骗的方法 改了注册的费用 调高 要让他爸爸多拿钱给他 什么方法 都用出来 然后在信上 不是去体会父母赚钱的辛劳 常常都写着 某某人的家长 一个月给他多少 某某人的家庭 一个月又给他多少 这些话 有如一把刀 在刺着父母的胸口 心脏 什么叫负 要让孩子有正确的态度 知足者 才是真的负 什么是贵 他觉得很有地位 呼风唤雨 好神气啊 叫贵 现在的孩子都有这些错误的认知 我们要事实给予他 导正 真正人 打从心里 尊敬你 这才叫贵 不然当官的时候 门庭若市 一把职位放下来 门可罗窃 根本没有人去找他 那哪叫贵啊 别人只是看在你一时的地位而已 根本不是打从内心尊敬你 我们要那些东西 虚的东西干什么 很多人 一退休以后啊 过得很不快乐 本来是董事长 总经理 一放假 放家节了 一大堆人来给他送礼 哇他觉得他很神气 一没有当啊 都不见了 但是他没有看到人生的真相 人家不是真正尊敬他的 假如是真正尊敬他 那纵使他已经离职了 这一些下属 这一些朋友 依然会来找你 你才是真正 让人 就是真正的贵人 让人家会敬你 我会跟学生提到一位人士 许泽女士 这才是真正的富贵之人 你看 他穿的衣服 是从垃圾桶剪的 垃圾桶剪的 他很知足 每天生活啊 没有负担 那诸位朋友 为什么 许泽要从垃圾桶里面 剪衣服 你们的体会是什么 因为他那些衣服 在新加坡都没有 丢掉的衣服 都还没有破洞 退流行 很多人就把它丢掉 非常珍惜物品 把节俭做出来给我们看 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境 他所接触的 都是生活非常贫乏的 人与家庭状况 假如他今天穿的 高级的旗袍 然后走到这些 贫困的家里 说来来来 我来给你们发牛奶 关心关心你们 这些 接受的朋友 有没有压力啊 有啊 走到你旁边 都怕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很有距离 你看他当官的 是不是都在干这种事 好像快选举了 赶快 穿着西装笔挺 然后去挥挥手 然后去送送东西 跟人民能不能 有很近的距离 所谓日久啊 见人心 人不要干那种 自欺 欺人的事 也看到很多国外这些 高官啊 还是贵族 常常都去探望黑人什么的 穿得很高级 人家看到他都很害怕 都不敢亲近 那许泽穿的衣服 跟他们的肌肤怎么样 差不多 很亲切 抱他也不会怕 把他的衣服弄脏 我们在影带里面 有没有看到 每一位看到许泽 女士的这一些 朋友啊 笑得非常灿烂 就像看到自己的 自亲父母一样的欢喜 那都是设身处地啊 他能知足 所以不求人 他能实时真心 为别人付出 为别人着想 每一个人打从心里 尊敬他 这才是真正的跪 我们要做世间 真富贵之人 好 那我们了解到 人生的福分 要靠自己去积累 而不是去损人 不是去投机取巧 明白以后 自自然然 就能断恶 修善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再来 弃老取幼 家之不祥 重视小孩 不重视 父母 这个家必败无疑 那现在弃老取幼的情况怎么样 太严重了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夹菜就已经很明显 先夹给 小孩 不只 父母夹给小孩 连爷爷奶奶奶奶都一起 来侍候这个孙子 都帮他夹得满满的 我们从夹菜的先后顺序 就可以判断一个家庭的地位 谁的地位最高 小孩的地位最高 所有的人都要帮他服务 小皇帝不是自己出来的 小皇帝是众人成就的 很多家庭里面都有一个 败家子就足以把整个家庭拖垮 这样的势力不深枚举 三四个四五个兄弟姐妹 除了一个弟弟不成才 整个家庭都是仇允产物 有没有 很多 可是一个弟弟在一个环境当中 能够这么嚣张 这么肆无忌惮 是不是他自己办到的 你再细细给他分析下去 都是父母 还有兄长 姐姐 在该指导他的时候 并没有指导 造成了孤习 造成了孤习 养奸 甚至于他现在已经非常错误了 你一边骂 还一边给他金钱上的支持 那当然 他恶劣的行为态度是不可能好转 因为他这么恶劣的人生戏剧可以搬得上舞台 就是因为底下有观众 谁是观众 父母是观众 他身旁的亲人是观众 只要亲人停止了错误的跟他的互动方式 他就演不下去了 他没有人群收看 他没收视率 他就不演 你相不相信 他那个在家庭里面这么嚣张的戏 在外面演吗 演不演 不演 对啊 因为外面没人看他 他这么演 早就被人家毒打一顿啊 在家里没人打他 还有人被他威胁啊 万法原生 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你不能单怪一个人 要把整个周围的缘分冷冷静静的分析清楚 你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才是理智 才是能解决根本问题 开智慧重要 因为我们人生每一天都在下决定 下错了 说错了一句话 做错了一件事 后面还要来收拾残局 累不累啊 可是我们几十年的岁月 大半都耗在哪 都耗在错误的决定以后的 收拾残局 很多的残局 收拾了五年十年都还没收干净呢 人生第一要是 开智慧 而要开智慧 首先要好学 所谓好学近乎智 要对学问 智慧的追求非常积极努力 那各位朋友 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 你每天固定有看书 学习一个小时的举手 好 很好 因为你们都很谦卑 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有做 不好意思举手 出社会 是更需要学习的时候 可是 在现在这种升学的环境 往往踏出社会的时候 学生 年轻人 却把书本怎么样 丢到一旁 不学了 年轻人都是任己见 魅力真 然后搞了一团糊涂账 回到家里 妈 这是你孙子 这是你外孙 你帮我养 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结果那个 当爷爷的 当外公的 哎哟 这孙子真可爱 他怕你一个养不够 继续给你生两三个 为什么 出社会最需要在学习的时候 反而人厌恶了学习 丢掉了书本 这都是根源于十多年的学习 没有喜悦 只有枯燥 只有不耐烦 我们看到大学联考完 那个记者什么不拍 竟拍哪个镜头啊 拍哪个镜头 拍那个学生 把从四楼 从五楼 把课本怎么样 丢下来 当学生做这样的行为 我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痛 他们对于 书本 对于学问 都已经产生根本上的错误 他这一生能在好学吗 刚刚我们提到 小皇帝跟小公主 是整个家庭 所造成 有时候是爸爸虫 有时候是妈妈太虫 有时候是爷爷太虫 奶奶太虫 甚至于是邻居太虫 有没有 有 现在孩子那个贪嗔痴 只要有住缘 增长得很快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啊 你们怎么都没有仔细观察 这很重要 因为我读到经文说 夜不重 不生娑婆 现在来到这个世间的孩子 都不是等闲之辈 你们都没感觉啊 还是你们已经是万念俱灰 了无生趣啊 我们学经教要活学活用 我读到那一句 夜不重 不生娑婆 一来要警惕自己 夜太重 二来 面对这些出生的晚辈 我就特别谨慎 观察一下他们的状况 果然我那个外甥 生出来第二天就到我们家来了 他那个名字去给人家算 都算他 长大以后一定不听父母的话 各位朋友 不听父母的话是结果 原因在哪 一来你没教好 二来这个孩子天生啊 聪明 聪明的人没有受教化 特别难管 他脑筋动得特别快 你怎么这么笨啊 连这个都不会 所以聪明的人 读了知识以后就骂他的爸爸 骂他的妈妈 连这一题都不会 连这个知识都不懂 代表这个孩子一定天生比较聪明 一定要透过教育 把他这个坏的习性扭转才行 我这个外甥第二天到我们家 我对他就不苟言笑 我都没有对他有微笑 因为我看他第一眼 他的眼睛转来转去 一点都不像第二天出来的孩子 这个时候就要生拼生 要很严肃 要瘦瘦他 他两三个月大 很多这些亲朋好友来看他 大人一看到小孩就想玩 玩好不好 有时候话就乱讲 那孩子都学在 学在眼里学在耳里 你看他小朋友在那里动 突然呢 打了奶奶一巴掌 奶奶被打一巴掌说 哎呦 这孙子会打人啊 还在那里笑 这种情况很多啊 没有教育的敏感度 我们大人的一言一行 都在影响这个小孩 这些大人看到他就玩他 哎呀好可爱 逗了十分钟以后 走过来 对我们说 到底是我玩他 还是他玩我 小孩的眼睛啊 根本不像 出生的孩子 那我对他就特别的严格 特别的凶 对他的要求啊 也特别的多 这样才能把他的习性 慢慢扭转过来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凡事欲择利啊 不欲择废 当你没有注意到 现在孩子的习性 你给他浇灌了 等习惯养成 你想改啊 都很不容易了 当小公主 小皇帝起来了 他的脾气 就特别大 因为扮军 如扮 那因为所有的人 做什么事 都要以他为中心来做 你今天帮他做了九件事 第十件事 没有把他办好 他会怎么样 他会恼羞成 他会发脾气 而那九件 把他办好的事 他会视为是 应该做的 小孩不会感激你了 你看现在那个小孩说 奶奶我口渴啦 奶奶听到 孙子在叫他 真是喜出望外 赶快 跑去端一杯温开水 然后走到 孙子的面前 孙子啊 慢慢喝 不要呛到啦 那个长幼之间呢 倒过来了 你夹菜的先后顺序不对 你吃饭 你吃饭 做位子的先后顺序不对 他为人子之道 就没学好 大学里那句话可不能听清了 知所先后 择尽 道已 先后顺序对了 他才学会做人的道理 先后顺序错了 他这一辈子 就随顺他的习性 在做事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各位朋友 你觉得夹菜重不重要 你相不相信回去以后 一半还是夹错 我们讲课的人都有这种体会 所以也不会失望 怎么会不严重 假如我爸爸的菜夹错了 现在我就没有坐在这里了 我就去干嘛了 我就去当败家子了 我是很有当败家子的条件 对啊 又当长孙 又是长真孙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当败家子 除了我父母做对以外 我的爷爷也做对了 我是长孙 他应该是很宠我 但是只要我犯错了 第一个喊打的都是我爷爷 以前都觉得他很无情 现在搞教育了 就觉得爷爷很有智慧 你看 差这么多 你所有都为了 满足这个孩子的欲望 有一些家长 买了当季的水果 刚出来 那都特别贵 买了以后 等公公婆婆 这些长辈上去睡觉了 或者上去休息了 赶快把这些水果拿起来 然后把儿子叫过来 偷偷摸摸 躲在房间里面 来儿子 这是妈妈特别买给你吃的水果 一斤要180块钱 赶快吃 慢慢吃 妈妈帮你看好 还当哨兵把手 怕被长辈看到了 这个叫弃劳什么 取幼 家之不祥 你的孩子边吃会学得很彻底 他以后买好吃的先给谁吃 给谁啊 给他的小孩 你们看得不够深入 我已经分析过了 不用等到他有小孩 他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用理智 不是用智慧 不是用道义教他 你教他的是什么 好恶 我喜欢的人 啥我都颁给他 啥我都可以奉献给他 我看不舒服的人 纵使他对我有天大的恩德 我都视而不见 你教给他的是好恶啊 他当然学到好恶 等女朋友出来了 他世界的中心 就维系在这个女朋友上 到时候他就跟你要钱 来买衣服送给他 来请他 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很多啊 要有理智才行 不然自己的人生毁了 家庭也毁了 而这些智慧 贤德的人不用 都用一些逢淫八截 惨媚的人 这个国家麻烦 当用财都是透过关系在那里攀 而不是真正 用一些专业的人才 用一些真正 有道德学问的人 这个社会国家 就会越来越 衰败了 国之不详 我们看看 每一个 时代要败下来 往往都是 这个 违政者 没有学到地址规一句话 地址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文过怒 文欲乐 损有来 亦有缺 不只在朋友上 你身为一个领导者 只要你是喜欢听好话 不喜欢听忠言 绝对是 小人都围到身边 那贤德的人呢 因为他不愿意 随波逐流 他不愿意为虎作藏 他一定会对你直言 而你不能接受的时候 他就会 先离开 为什么 你看到他你又 不高兴生烦恼 他也不愿意这样 贤德的人自然而然就离开了 但如果能够 文欲孔 听到别人的称赞 觉得不敢当 这都要归功于我的父母 这都要归功于大家的付出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文欲孔 文过心 哎呀 谢谢你把我指出我的缺点来 还给人家举一个功 感谢感谢 质量是 贱向勤 各位朋友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 你身旁的人 人家劝告他 然后他给他举一个功 90度 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 来 你有看过吗 而这样的态度 就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 你拜 我们冷静观察一下 现在的孩子喜欢听好话 还是喜欢听直率的话 批评指导他的话 喜欢听什么话 几岁就开始了 这么小就已经形成这个态度了 他这一辈子会有大作为吗 人对这些事理很清晰的时候 你看事情就会看得非常细腻 你就会很谨慎 这个孩子只要文语孔文过心 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他这一辈子迟早出状况 真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 人与人相交往的密度 复杂度很高 你没有真实的德行 在现在的社会 绝对不可能全身而退 在两三百年前还可以 那时候民风很纯朴 人心很厚道 那现在不同 这一个态度 要从小扎起 为什么小孩子喜欢听好话 谁造成的 大人造成的 佛家讲 称赞如来 称赞要顺着什么来称赞 如来 是他的信德 好的德行来称赞 这样称赞才没有后遗赞 你称赞是顺着他的 相貌 才华 那完蛋了 哎呀你这么漂亮 他都喜欢听这种话 哎呦 你是这么会读英文 真了不起 哎呦 飘上天上去了 连大人 连大人读了那么多书 你看 书东坡 读了多少书啊 说他八风吹不动 一屁就怎么样 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一遇到境界就倒了 更何况是小孩都还没有根基啊 称赞 要顺着信德 哎呀 你真孝顺 真是个好孩子 他提起的不是虚荣 提起的是正气啊 你真懂事 真懂得替别人着想 你犯爱重做得很好 凡事人皆虚爱 极有能物质使 都懂得去帮助别人 这都是跟他的信德相应 越鼓励他 他就越去提升自己 而那一些才华的称赞 外在的称赞 只会让孩子执着 孩子傲慢 现在很多家长没这个警觉性 你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危机出来 从小每个长辈 一看到他先说什么 哎呀 这女孩长得真漂亮 一边讲还摸好几下 有没有 你在害他你都不知道 没理智啊 随着自己的好物 有一对姐弟 一起到了幼儿眼上课 两个都种得非常的 漂亮 那一位幼儿园的园长说到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 不敢看他第二眼 看了第一眼不敢看第二眼 你看厉不厉害 因为看他第二眼就会被他吸过去 他说那个鼻子长得 就是鼻子 眼睛长得 就是眼睛 还一边一个 水汪汪的看着人都会被他 被他吸过去 你生到这样的女儿你要小心啊 他说这个孩子 跟他弟弟一起去学习 他的弟弟学得很好 这个姐姐学得特别不好 因为上课上到一半 都会把镜子拿起来看 照一下照一下 他这么重视外表 以后铁定被那些 花言巧语的男人骗了 因为他喜欢听这个嘛 讲几句他的神都 魂不守舍了 所以你看称赞孩子 要有智慧 要随顺他的信德 那信德在哪里 你没有标准不要紧张 把弟子规背数 弟子规就是信德 只要孩子做到弟子规哪一句 你赶快 鼓励他 哎呀这句你做到了 他升职于心中 掌养他的法身慧命 好 文欲孔文过心 一定要从很小交起 记得我有一次从杭州讲课 回到深圳 刚好有一个小女孩 做出了一点小事 我们很自然就给他提醒一下 提醒完以后 就看到这个小女孩 对着我毕恭毕敬 举了个九十度拱 举完以后抬起头来说 谢谢蔡老师 指出我的缺点 我当下都肃然起敬 在那几天的过程 又看到他们同学之间互相规劝 归劝完 这同学笑着 跟他另外的同学 举了一个功 谢谢某某同学 指出我的缺点 他那种虚滑的态度 还没养成以前 很好教啊 他觉得别人是在帮他 是在成就他 而他这样的态度一形成 质量是见相亲 一个态度的形成 虽然只是一件事 差之好理 却是失之千里 这位为人家长 为人长者的人 眼光要深远 一定要教这些 足以成就孩子 一生的做人做事 态度啊 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刀口上 而不是每天 在那里逼着他 把98分 移到100分 这是没有远见 也教不出 真正大格局的 下一代 好 那下面两句 我们明天再说 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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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